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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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我們到了印度 現在呢後面有很多 瑜伽的不同的教室 那邊有一個很大的廟 有沒有看到 這邊的人很喜歡按喇叭 很喜歡這個吊橋的另外一頭 有很多的聖地 到處都有野牛還有 還有猴子 等一下我們來找個猴子來 好多麥 好多麥 現在我們在喜馬拉雅的深山裡面 這個地方是有一個石窟 傳說 以前在裡面打坐 所以瑜伽 他的老師叫 就是住在這邊 所以我要進去打坐看看 看那個氛圍怎麼樣 裡面是黑的 然後有燈 然後裡面很多不同的瑜伽室裡面念咒爐 然後裡面大座 不是還不是 看到很多畫面 特別是有一個藍色的鑽石 大座 細手 現在我要跳到河河裡面 那個水 炒冰的 非常冰 酷 但是為了炒勝 就是要下去 哇 我摧著那些鑽石 我做到了 我摧著那些鑽石 神聖的恨河 朝聖 成功 現在我們到Arabindo的修料院 Arabindo他這個人 是一個瑜伽室 也是一個政治人物 英國在殖民印度的時候 Arabindo 他為了獨立 反對英國的政府 被關在一個小小的監獄裡面 還有一些靈性的轉化 最後 他發現 利用修行 利用瑜伽 就可以改變 整個印度的狀態 其實是他的修道店 這樣 這就是加爾哥達 印度第三大的渡市 稍微比較現代一點 以前被英國知名的首都 大概在49世紀的時候 背後呢 就是這個 維朗利亞的博館 以前就是他的在印度的黃蜂 去加爾哥達朝聖 最主要是看 Ramakrishna的祖廟 因為近代 Ramakrishna是印度最偉大的聖人 透過他的大弟子 Swami Vivekananda 他的瑜伽論傳到西方 得到崇高的地位 成為世界萬語的瑜伽景點 另一個朝聖點 是Mother Teresa的領墓 這邊的磁場很強 如果把頭直接刻到上面去 好像真的會感覺到 滿滿的慈悲與關懷 我寫一個中文的光給他 Light Yes, very good 朝聖玩 還有很多的限時要面對 你看他 他跟我要奶粉錢 現在我要說最危險的事情 在高克的最刺激的事情 就是過馬路 過這個馬路呢 要非常的小心 我要開始喔 這海就是單行道而已 回來了 他要畫我了 記得要支持街頭賣藝 因為他們對觀光客 十分的熱情 所以為了打謝他 我給200路平 有像嗎 還有 還有 印度êtes賣光街 是很便宜的 不要忘了買今年品 大骨錢的時候 小心被看到 否則會有人跟你要錢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